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宣傳》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廢青 我覺得我是一個走在潮流尖端過早躺平的人 雖然很多人眼中有點廢 尤其是30歲才做第一份全職的工作 或者我們必須用別人的尺去量度自己 如果自己覺得不廢的話 都可以嘗試努力去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阿康就是礦工的第三代 現在就住在全港唯一一條礦村 馬鞍山村 他原本是和爸爸媽媽住在洛富 婆婆就繼續在馬鞍山村居住 每逢假日他都會入村探婆婆 走樓梯吧 安全點 阿康就在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之後 做過幾年散工 因為一直都很喜歡劇本創作 加上很嚮往慕農生活 四年前他就搬到馬鞍山村 開始半隱居的生活 由馬鞍山站搭村巴 再加上行山 至少都要30分鐘才到阿康的家 平時出去都要上下車 對呀 早上要上班的時候 要跑上去 這裏其實都挺辛苦的 對呀 跑上去 我氣來氣喘地上車 好 現在進去了 有一個小峽谷的地方 有一個瀑布 我看到我聽到瀑布 對呀 有沒有朋友經常說你隱居 也有的 因為我少少找他們 都說隱居了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電費不用付錢 對呀 零元 都盡量省一點 風扇和冷氣機都很少開 尤其是冷氣 這裏很熱 全是有少許鐵皮屋 我想 對呀 頂部都是鐵皮 我特意為了這家屋的高溫 我特意買了一個淡熱的 我度過最高的時候 是試過六十多度的屋地 利用這裏的第二個天然資源 就是山水 因為我們還在用山水 我熱的時候 我就可以沖個涼 就可以降溫 最熱的時候 一天沖十次涼 不斷降溫 其實保持著不需要用那麼多電 好 這裏就是你的房間 都很整齊 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個人不需要很多雜物 你來這裏可以完全不需要消費 以前真的 好像剛才看到醬 我之前種的番茄 夠 我自己做番茄醬 連香草都自己做 有少許牛油 就一定要用 就可以自己做到 自己平時飲食的材料 但會否有時在這裏 都會覺得很靜 很寂寞的感覺 孤獨會有的 但真的不太寂寞 有沒有想過 有一下熱到 不如回去外面住 熱就不會是最大的誘因 反而上不到網 真是一個問題 因為自己的數據有限 如果要處理大一點的文件 或者上很多網 去搜索資料的時候 最後還是要出去連個Wi-Fi 真的很熱 我是這些位置處不好 所以看你 我想跟你 還有現在更加戴著口罩 基本上是很難休息 還有在這裏 其實這裏我暫時只有一格 收的位置 連照片都寫不出來 當年我們決心搬回來的原因 其實是很滿意自己的創作進度 覺得自己有時在城市裏 沒有辦法靜下來 專心地去完成自己的創作 所以想換一個新的環境 覺得不可能要浪費一個 這麼美好的鄉家環境 去試試這個方向 以大綱來說 這部份是這樣的 其實之前交過劇本夫化 不過當然是沒有一筆 這樣也是 這個都是為自己興趣 或者離失 這件事可能未必是謀不得心 是啊 也不是考慮的地方 到大學那時選科 今天他偏偏選了哲學 他就跟我們說 我讀書不是為了錢的 我就覺得 你讀了這麼多書 居然不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走進來這裡 無所事事 是否覺得很浪費呢 我都試過去買菜 撞回他 從小學到中學的同學的家長 他都會第一件事 就問我 你兒子找了東西未做 沒有啊 沒做 很個人主義 他不會受你們影響 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 我覺得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要求 我只是覺得 他有份工 他可以養到他自己 我已經可以了 帶欲望這個詞語 在日本還在13年前已經出現了 當時著名的學者 大前言一就留意到 越來越多當地的年輕人 不結婚 不生孩子 還要不買房子 喪失了物育和成功育 進入了極減生活的時代 有人就說這種趨勢是源於年輕人見不到前景 又或者是希望避開社會壓力 而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隨著香港 樓價就是全球最高 人工怎麼追都追不上生活成本的高漲 令到年輕人有懷疑努力 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以就有專家擔心 香港將會報日本的後塵 做過一些委員會或者是兼職 不過那時一直都還想保留多些時間去追夢 因為知道萬一自己選擇了一份全職工作 就會將自己定型 或者你就會以我的性格 就是因為我放不下 所以就保持著不做一些全職的工作 我覺得都有些社會因素 就是要追求社會上一些 脈肉豐富的生活的收入水平 其實付出的代價 是我不想付的 或者是一份我覺得沒有那麼有意義 或者沒有那麼喜歡的工作 或者是一份我覺得會有剝削成份的工作 那不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就算我有錢 都未必會是一個很揮霍的人 因為或者令我更開心的物質 其實都不需要很多錢的東西 那是什麼令我開心呢 吃過家裡煮的豬肉精水蛋 或者我自己親手煮的東西 我覺得會很開心 我的電話就是這樣 多久之前買的? 多久之前買的? 我都不肯定 可能是三年前我姐姐買的 她需要換款的時候 很感謝她二手送給我 基本上上網 工作上可以都可以 因為你看到她的螢幕已經爛掉了 都是未換的 對 或者多久沒有買的衣服 可能差不多一年 大約一個月的花費是多少度? 現在住一個月 二千多元之內 最高峰應該試過半個月 沒有來開過這條村 但是我只有不會覺得這種是窄的 我都不介意這些標籤 除了自業、金錢之外 還可能有感情的壓力 不過家人這方面沒有給我壓力 我自己就覺得我是一個怕麻煩的人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隨緣 有沒有發過拖? 沒有 就是太懶散了 就是考慮到自己有 連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就不去再想一步 如何去照顧其他人 就是怕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都不敢去開始 兩年前成規會 就將馬鞍山村列入改建的範圍 他們就計劃 會將這裏輕建成為私人住宅 阿康和朋友阿軒就自發 成立了關注組 花了大半年時間 連結了村民還要設立街站 和成規會定期開會表達村民的意願 最終就申訴成功 部分範圍就得以保留 是近十年來絕無僅有的案例 今次這個保育行動 亦都令阿康有另一種轉變 他經村民介紹之下 阿康去年就在馬鞍山山頂的鞍山探索館 找到項目統籌的正職工作 月薪就萬多元 其中一個職責就是去到直林區種樹 那一天種到多少棵? 我們通常一次過最多都是 種30至50棵 我現在就跟阿康上山中樹 但我沒想過原來要走類似這些泥土地 即不是石屎地 我們現在繼續走上山 大概要走多三至半小時才到目的地 不過我小心線 我想說我和阿康的距離已經愈來愈遠 通常最早試過幾點上山做不出來 我通常五點半起床 梳洗下收拾工具 上山就去處理直林區的工作 有人說過很輕鬆 有一次我還因為上去直林區收拾水樽時 人生第一次見到赤幾 是一個很難見到的一種野生動物 所以都是有很多珍貴的回憶和機會 我也是見證了這裏馬康山的山火 看著自己生活環境附近 有這麼嚴重的破壞 其實都很傷心 剛好就是有機會參與這裏的直林工作 你覺得這是不是你理想的工作 是呀 生活又在這裏 工作又在這裏 很方便很近 還有做的事都是和靜物有關 我都是我喜歡做的 我們現在等著康收工一起去市區 平時多不多出去市區 平時一星期是缺乘的 很多時候家要出去做事 部長4小時外出現 那 appeared上班 是啊 雖然窮 還有習慣了走路 不過這裏其實我覺得上車是挺辛苦的 上機有沒有留意追求營銷 因為你以前都很喜歡攝影 有呀,Windows購物 經常都留意有甚麼新型號、款式 但是沒有了 有沒有留意手機推出了多少銷號 没什么留意 可能用一万元买一部手机 就应该不会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相机呢 如果相机会不会 相机有想过会 因为当初我差点买了 因为我跟自己说 如果马安山川保留得到的话 我就庭祝买一部相机给自己 我却没买到 其实今天阿康也有带他的单法出来 我们现在就看看 原来这部相机是很旧的款式 十年前 连镜子也是最便宜的 结果 手机破坏了 所以他就黏住它 对,裂了 他已经裂了 他应该快叫不住了 吃饭 小时候可能也有说 要买某一两件玩具 大了之后 可能十三四岁的时候 都试过为了买一部手机 和家人有些争执 但是 后来大了之后 可能反而会觉得 就是 因为一些物欲的追求 和家人有些争执 其实是不太值得 如果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买楼不是一个 没有想过的选择 又会回头 到底你会愿意为 那座楼 去牺牲多少个人的时间 精神和生命 存一笔钱 然后就买砖头呢 当然可能也会有很多人觉得 你现在有得住 你当然不用想这个问题 但是经过这段 土地改革的事件 会知道 不是说你想住多久就多久 不是一个 可以完全依靠的地方 买楼不是一个选择 代价是否值得 就是你这个情况 为了要过你现在的生活 你觉得你牺牲了些什么 有时可能牺牲是 我的确是没有办法 可以给到更好的物质生活 给家人 有时候 和以前过往的朋友的 经济能力固有差距的时候 譬如一起去旅行 那种安排都会有困难 这些可能是一些犧牲 其实呢 他现在的生活 有时候有点羡慕 我实际说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人脱离不了城市 这个束缚 没错 可能会方便你的生活 但是同时是 可能在侵蚀你自己的身心 回归到大自然 你那个对物质的追求 那样会降低了很多 我会觉得 其实他这一刻 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老实说 你看了很多 近乎退休的状态 才可以去体验这种生活 为什么我都会做到 起码 首先 他的电话对他来说 近乎是没用的 基本上 都是听电话 收线 然后 你本身 这一方面 已经没有给电子操控了你了 我们城市的 慢慢的发展的进化 而导致 我们可以选择的空间 越来越小 而导致我们忘记了 原来我们可以有得选择了 我会觉得 是没有办法 可以提供 很多经济的支持给家人 是 有点对不起家人 但是 我又觉得 我不是说 我认为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 亦都给了一条街线 自己 去到某个时候 可能都要 估合收入 和家里的经济 可能我的尝试 会给到家人 一个更好的将来 都不一定 我也是愿意承担保障 不过可能趁着年轻的时候 做多些尝试 那你觉得你的街线在哪里 那时候 我真的想定30岁 不过又不是一个 比自己很死实的线 我不是想着 永远 成世都是维持在这个 生酬水平的 所以 我觉得 这个世界 可能还有很多 我想做 想尝试的工作 或者那些 生酬 回报 会好少少都不行 都是继续努力通过 进修学习和找一下 有没有其他机会 我有时 选择这条路 是觉得自己都有一些 幸运的条件 例如我家人 不会给那么多 压力我 我自己可以 是住在麦安山村 我亦都遇到很多 很好的人 他给了很多机会我 我觉得香港或者 选择可能会少了 但是如果在人仍有限的空间里面 你能够 继续可以做到 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和继续做下去 我祝福他们 都可以做他们 喜欢做的东西 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典型的城市人 可能一定要找一份 穩定的工作 要交通很方便 夏天要凉冷气 来到麦安山村两天 都感受到 阿康在这里的生活的慢活 有时要追求这些生活 可能不多不少 不可以理会太多 世俗人的眼光 还有其实都要很坚定 追求自己 人生所追求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 譬如尤其 可能周围有 社会气氛不愉快的时候 都会有时想 究竟人生是什么呢 所以其实当有勇气 追求自己 最理想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这份勇气 是更加值得尊重的 我走到哪方 雙手满在花盛房 田野到处飞翔 如像最初 简单快乐 是吗 我刚才的电视机热到 电视机热到 电视机热掉了 是 我们一起听了几个月 拍不到任何东西 通常会拍什么照片 可不可以看看这些作品 哎呀没有卡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卡了 多谢你看米子 记得 comment share 和like我们的片 还要按一下小铃